在松柏的这些年 我不是第一次见到拼命的学人 可是真正能做到百折不挠的人 他是第一个 让他上场比赛是一次冒险 但也有可能是一次惊喜 在他身上 我看到了出人 看到了自己 看到了挺好的 无力 看到了那些年 我们用汗水和青春 去努力点亮的梦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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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一年一度的暗阳市圆府道道馆挑战赛的比赛现场 今年我们的赛事依旧是三局定胜度 赢得两局的道馆可以胜出 接下来我们进行的是B组挑战赛 海宽道馆对松柏道馆 接下来上场的选手是 海宽道馆的平川 和松柏道馆的落白 敬礼 准备 开始 松柏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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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柏的落落队真好看 松柏加油 松柏加油 帅啊帅啊 看那个男选手 好帅啊 看起来好厉害的呀 对啊 看来松柏今年肯定不一般 松柏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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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我 居住我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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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3 4 5 6 7 莫白这小子功力不错啊 2 9 10 你希望他那帮队友别给他托腹腿 同胜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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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9 9 5 9 7 秀琴是你赢不赢也不所谓啦 放心吧 他不是你的对手 去年的全国锦标赛 你可以轻轻松松地赢过他 这一次 你一样可以赢得很漂亮 秀琴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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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同 秀琴加油 李正 揭秀 准备 开始 秀琴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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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徒结词 好厉害 他用向前冲的冲劲带动腿部 这样出腿力量就更大了 而且还有向前的冲劲 对手很难避开 对手很难避开 对手很难避免 对手很难避免 看我一起看 我们最近时间怎么大着 你从旁边没有希望了 明天有命的 我都跑不动 不能放弃 要给修徒师姐信心 嗯 修徒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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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快快喝 还有 修徒加油 修徒ерт 拍张婊 加油 修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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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乌童 provoc Moto 周琴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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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琴 原来她竟然是心本 这下有意思 还惨太大了 你来做领队吧 不行啊 还是你来的 你最喜欢大家都对的你行 周琴加油 周琴加油 加油 周琴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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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练 不用担心 听来音的势力肯定能够赢他们 加油 周琴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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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想我看不到今天在那 周琴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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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ançhale 起 六比五 结束 继续 红射 阿健 好 伊 ead 我是 在谛琴 是 三 好 做 像外国生的国 我把你住反逃 成不想让好 我的手努 愿我战争 赵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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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放了 赵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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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赢了 赵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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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我姐姐 赵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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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大西餐 大汗 吃大餐 白草 原来已经是松柏的人了 就是啊 人家刚拜到松柏门下 叛徒不要脸 呸 哎呀 我听说了 全盛盗馆比赛好像是输了啊 你说什么呢 输了又怎么了 难道你们松柏盗馆 就一场都不会输吗 七百草 你怎么还有脸站在这儿啊 你背叛了全盛盗馆 投入到松柏门下 现在 居然又嚣张跋扈地来嘲笑我们 你忘了从小到大 是谁供你吃供你喝 能让你上学教你练功的吗 七百草 你就是个叛徒 你说什么叛徒呢 谁不知道是你们因为耍花招 被揭穿 恼羞承诺把白草赶出全盛盗馆的 你们不要白草 难道还不许别的盗馆欢迎白草啊 你 你什么你 七百草 我真是看错你了 我以为 就算全天下的人都看不起取向难 也至少你不会 没想到 你居然和别人是一模一样的 你居然和别人是一模一样的 是曲师傅带着白草来的松柏的 什么 不可能 曲下拿着你相依为命 他怎么可能舍得让你去别的盗馆 信不信是你的事 走吧 走吧 好 我们这座小庙容不像你这尊大佛 人家已经攀上松柏了 当然就不用搭理我们全盛道馆了 行了 走 是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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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情不要过多解释 反而对的会别人错的 做好自己的事 就够了 走了 吃点点餐去 走 走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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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赢了 开局很好 你们拉到队 表现不错 谢谢若白师兄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其实今天最大的功劳是你们 我敬师兄师姐一杯 来 今年我们一定可以扬眉吐气 不但要打进副赛 还要打进总决赛 咱们松柏是最棒的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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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 我也要敬两位师兄和我姐 恭喜你们 修行师姐 修行师姐 我也要进小拉拉队 今天 多亏了大家 谢谢修行师姐 白草 谢谢师姐 来 我们俩要进白草 白草今天就得太棒了 到后来我们几个都喊不出声了 就你一直在喊 幸好有你 哈哈 对了白草 等今后我比赛的时候 你也给我加油呗 有你加油啊 我一定要 嗯 嗯 你 你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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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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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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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音 你没事吧 我没事吧小 我真的发现你最近有点不一样哎 你 你不会是那个启示神功练成了吧 我 我也不知道哎 好像是有一点 你们两个不用达到 小达 在 若白师兄 你和白草练 是 可是若白师兄 我明明跟白草练得很好为什么呀 开始训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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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看不出他进宫的启示 怎么看不出他进宫的启示 难道 我练了这么多天都没有用吗 为什么秀达的规律和小赢完全不一样 我一点都把握不到 好 白草 你不应该是这个实力啊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没有 我只是 想不通 还继续吗 我可以 平平 在 你跟白草打 你跟白草打 是 平平的虾皮是最好的 他为什么用的横踢 是 音音 起来 是 来吧 我看得出你的骑士 怎么回事啊 怎么又快断错误了 姚瑞 继续 哦 嗯 是 是 我白师兄怎么了 怎么一直给白草换人 白草也真是的 也不进攻也不防守 这么一直打下去 会出事的 看能出来 白草 现在就是在尝试看穿对手的启示 可若白啊 我又不用这样打击他嘛 他的方法还是有点道理的 你这么打击他 万一他坚持不下去怎么办 才这样就坚持不住 还练什么用武道 小草草你没事吧 白草 小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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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换了对手 就根本没用 所以 我再怎么练习观察济世 也没有用吗 世界上这么多人练人舞蹈 每个人的动作都有差别 你研究一个人可以 难道你能把所有 练人舞蹈的人都研究个遍 你自己好好想想 白草 若白师生都说了 这个方法不管用的 咱们不练这个方法了 换一个好不好 真的 不行吗 嗯 世界上这么多人练人舞蹈 每个人的动作都有差别 你研究一个人可以 难道你能把所有 练人舞蹈的人都研究个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已经不去了 我一会儿还得去训练呢 练练练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三个字 练渊舞蹈 四个 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 再怎么练下去你就称渊舞蹈机器人了 小盈 我真的不去了 你去吧 算了算了算了 我们去吧 不管她了 好吧 我们走 拜拜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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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吧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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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要是你在就好了 就可以告诉我 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师父 你到底在哪儿啊 天忆啊 下课了吗 下课了 我今天来接你了 你在哪儿呢 就在你们学校大门口 你等我 你马上过来 好 那一会儿见喽 好 拜拜 拜拜 同样是一个动作 为什么每个人的启示 都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同样是一个动作 为什么每个人的启示 都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你没事吧 对不起 对不起 小美女 第二次见面 你还对我这么凶啊 不是你 怎么 你看到我这么激动啊 脸都红了 你想干吗 你别过来 上次我救了你 你欠我一个人情 这一次啊 你又差点踢到了我 不是差点 是已经踢到了我 所以你欠我两个人情 按照古时候的规矩呢 你都应该以身相许 你还有对我这么凶啊 好痛啊 谁让你自己 刚刚突然跑过来的 我又不知道你在会儿 站不起来了 好痛啊 我这骨头 错位了 没事吧 你真的被踢上了吗 怎么可能没事 我告诉你 这可是男人最重要的位置之一 我不管 你要赔上我的损失 什么啊 你 你不会是碰瓷的吧 我碰� 这么多人都看见呢 是你先提我的 我碰瓷的 你打电话报警 让警察来处理这件事情 我快疼死了 你打电话呀 那好吧 你说怎么赔 赔你肯定赔不起 这样吧 你请我吃饭吧 我说的 你买只差了 我好 我看他 我看他 你不是说很便宜吗 当然了 再说了 进都进来的这么多多名便法 拜拜 这边请 喂 哥 你在哪儿 天忆 你哥 我现在有点事 你先回去 好吧 拜拜 谢谢 请看一下采访 点菜了没有 没有 都不合口味啊 不是 我再看看 这样吧 我给你推荐几个吧 这里的 黎布丁佐鲜巧克力慕斯还不错 怎么样 不喜欢啊 还有 古拉式传统牛肉浓汤 这个好 还不行啊 还有还有还有 这个 挪威熏三文鱼 这是我最爱吃的 不用了 我不饿 我可以要一杯水吗 那给他一杯水 那这样吧 我先点了 我现在在外面跑了一天了 还刚才被你踢了一脚 都快饿死了 多吃一点 多补一补 那 那你多吃一点 等你吃凉了 我还得回去训练呢 好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给我来一个 伊比利亚火腿沙拉配蜜瓜 再来一个 起死龙虾汤 来一个七成熟的牛排 甜点的话 要不 我们先等菜都上来以后 看看够不够吃 再决定要不要点别的 不行不行 我一共就点个三个菜 肯定不够 甜点的话就给我来一个 做总厨的熔岩蛋糕 那就这样吧 谢谢 请慢用 好 谢谢 你这么饿啊 那我先吃了 怎么都是钱啊 你真不饿啊 不饿 你不饿你都喝了五杯水了 我 我有心去趟卫生间 你不饿你 你不饿我 完了 肯定不够了 服务员 快接下车 好的 谢谢 走了 吃把王餐 我看 放轻松自然点 来 拿着你的包 搞什么啊 完美付钱呢 说了吃把王餐 要两句气壮个礼 但我又是被别人发现 追过来怎么办 停等一下 别紧张啊 先生 哎 不要找我 不是 你不要抓他 你抓我吧 这是我们酒店 为两位准备的礼品 那好 谢谢 不客气 一 二 三 这 走 走 快快快快 等等 你等等 等什么等 快 上车 不行 我要回去买单 干吗 买单 你干吗呀 我们跑这么快 这么辛苦 不就是为了给你省钱吗 你怎么这么不领情 不用你帮我的忙 我是要省钱 但这是我应该要付的 师傅以前去买菜 就算别人多找了他一块钱 他也一定要还回去的 师傅说 做人不能骗人 不然到最后 就会把自己也骗进去 可 你知道 那顿饭值多少钱吗 一千多 你有这么多钱吗 这么多 对啊 就算我的钱不够 我也可以去给他们洗盘子 做兼职 赚钱还给他们 总之 该付的 我一分都不会少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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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付过了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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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付过了 我真的付过了 你看 我的信用卡的消费限额 一共是一千三百八十六元 跟你说你还不信 看我干吗 神气了 真神气了 我跟你开玩笑的 好了 刚才你踢了我一脚 这次我这样做 咱就算扯平了 好不好 走 又干吗 这里是三百二十七 这里是五脚 这顿饭也给我花了 一千三百八十六 我还差你 差你一千零 五十八块五 好了 五脚就算了 这 把你的电话给我 你这要电话的方式挺独特的啊 你快点 好好 好了 好 等我凑够了钱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现在我要回去训练了 哎 哎 哎 生气了呀 别生气了好不好 跟你开玩笑的啊 你要去拿我送你 哎 女孩生气可就不漂亮了 这样吧 你再踢我一脚啊 或者 我请你吃个饭了 你想吃什么 什么 品物 哎 你别跑啊 喂 好 你那两条腿能跑得过我四个轮子吗 怎么了 还在生气啊 喂 你这小丫头骗子脾气倒不小啊 以后谁敢要你啊 你是有钱人 不在乎这些钱 也不在乎用这些钱来羞辱别人 我是没有去过这种地方吃饭 是没有体验过你们这种人生 可是这样不估计别人感受挥霍的人生 我一点都不想要 所以拜托你 可不可以离我远一点 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你还当真啊 你来真的呀 我要练功 要勤工解学 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 可是你不要拿我来练习的时间来戏怒我 都已经半个月了 我还是在一直被打 每个人的腿法都不一样 可是 可是我根本都找不到启示的规律 我没有写过不能这碰你浪费 也许这样 也许到了明年 我也还是没有机会参加道观挑战赛 你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参加那个什么道观挑战赛 因为只有打进道观挑战赛的决赛 我才能见到师父 我已经 很久很久没有见过他了 这些日子里 我都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 剩下的钱 我月底会还给你的 我现在要回去训练了 请你不要懒这么多 你们员舞蹈不就那几个动作吗 谁做都一样 怎么会一样 你根本就不懂员舞蹈 我不想要跟你说 等等 这钱我不要了 你拿着 我刚才是刷卡的 你给我陷阱干嘛 反正不都是钱吗 剩下的 我说过以后会还给你的 这不就对了吗 反正不都一样是钱吗 都一样 你们员舞蹈的动作 就是那几招 我觉得你要是教我 我一定比你踢得好 是这样吗 好 好 好 嗯 是不是这样 不一样 不一样的 当然有一样的地方了 要不然怎么学习 怎么传承下去 所以说 我应该看一样的地方 不应该看不一样的地方 就像是 每片树叶都是不同的 可树叶就是树叶 它不是蝴蝶也不是花草 它的本质还是一样的 它的本质还是一样的 所以 我有共通的地方 我好像明白了 我得赶紧回道馆去 喂 你叫什么名字啊 七八草 七八草 我说什么名字啊 我说没什么名字的 哈 恰恰恰 我看到了 白草这是怎么了 她怎么好像自己在和自己对待啊 这样也行 她不会是走火入魔了吧 小达 白草 刘烈 是 老白 咱俩打个赌吧 要是这局白草赢了 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 怎么样 还好遇见你 那些不可能的事都变成了奇迹 成 如此的尸体 因为遇见你 才会相信原来 我也能够飞过 人山人海的 世界 要让你 向风宽飞翔 平凡的世界 闪过奇妙的光芒 前方的路 我再也不会旁逛 好意思 你怎么这是 岂是什么变成啊 遇见了你 这就是最好的时光 这就是最好的时光 也不知道有没有伤到骨头 都伤这么重了还这么开心啊 还初原师兄 其实 也没有很痛了 我今天 好像成功了那么一点点 是吗 嗯 今天若白师兄换了五个人跟我比 虽然我还是有被打 但是慢慢的 我孤重的概率越来越高了 到了最后的时候 嗯 我感觉好像不用我的大脑去指挥 身体自己就会做出反应 那看来这些伤啊 还没有掰 初原哥哥 我发现人家特别正宗的行物料理 我们一起去吧 提前辈 提前辈 你怎么来了 我还以为你在练习呢 就算我一直都不训练 也不一定能有人打败我呢 初原哥哥 我有话对你说 你先等一下 我这里还有伤员呢 初原哥哥 原来你还像小时候一样 无论看到谁受伤 哪怕是只小猫小狗 你都会为他治疗的 难怪你非要学医不可呢 初原师兄 没事儿都不疼 听话 雨血如果不推开 会恢复得更慢的 初原哥哥 你真是太不懂女孩子 还是我来吧 你一个男生 怎么能这么帮女生揉啊 你看白草 她脸都红了 好 我帮你们倒杯水吧 嗯 还真是伤得好严重呢 怎么弄伤的呀 我 我在尝试一种新方法 如果你想每天都来 初原哥哥这里 直接过来就可以了 虽然她喜欢安静 最烦被别人打扰 但是我们也不忍心 就这么看着你 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非得弄得被你淋伤 才好找到借口 是不是 一千倍 不是的 我不是故意受伤的 我只是 我跟你实战过 以你的实力 不可能每次受伤 都这么严重的 其实以前呢 有很多女孩子 都喜欢过初原哥哥 这也没什么好害羞的 不过你年龄还小 还是多把心思 放在学习和渊武道上 比较好 是不是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丁一 你们在聊什么呀 我们呀 再说小秘密呢 白草 我也是女孩子 最懂你现在的心思了 你不是还想参加比赛吗 如果让其他的事情 干扰了学习和比赛的话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知道吗 谢谢初原师兄 我走了 以后不会再麻烦你了 白草 初原哥哥 这水里加了蜂蜜 你果然还是知道我的喜好的 我才离开了一会儿 你们到底说了什么 人家女孩子都害羞了 你就别再过去了 再说她一会儿吃完饭 还得去训练呢 我 若白师兄 对不起 是我太冒失了 看来这两天训练不怎么累 还有力气到处乱跑 不是这样的 我 启示练成了 还是觉得自己有所进步 所以无所为了 不是的 不是这样 就你这样 整天操心别的事情 还有多少精力放在冤武道上 我看 你想要为了师父练好冤武道 也只是说说而已吧 我知道了若白师兄 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请师兄 用最严格的标准要求我 只要能成功 我都愿意接受 你看你看 又是方婷姨的广告 你看看人家 不但是远舞道的冠军 还是广告明星 哎呀 你说这得有多大的福分 才能生出这么一个 金灿灿灿的女儿啊 你是想说不灵不灵吧 你还不灵不灵呢 我看你啊 就是不灵 你说同样是女儿 我们家怎么就出了一个 没有希望的垃圾骨 那你要是舍得你搁肉好了 我搁你我搁你我搁你 再牛的股票 将来也是我们松柏的媳妇 她跟初原师兄 青梅竹马两情相遇 说不定那天就结婚了 哎呦你说的也是啊 他们俩 郎才女貌 真的像电视剧里走出来的一对人 那这么说 将来等我成为松柏的经理 我带领松柏冲出亚洲冲向世界的时候 到时候 不管是平衣千辈也好 还是谁谁谁也好 全是我手下的兵 我的女儿你醒醒吧 醒醒醒醒啊 你做梦呢 如果你想每天都来初原哥在这里 直接过来就可以了 但是我也不忍心 就这么看着你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非得弄了遍体磷伤 才好找到结构 她跟初原师兄 青梅竹马两情相遇 说不定我们那天都结婚了 小草 我在想什么呢 听一千辈那么优秀 他跟初原师兄 本来就是一对啊 我不能再给他们增添困扰 我白师兄说得对 我要好好练功 其他的什么都不要想 没关系 他也是有没有人 我给他们的帮助 他也是有一个都会 他不是什么都会想要 他也是有一个都会想要 他也不想要 哎呀 过两天就是预赛的最后一场了 要是赢了我们就能进负赛了 今年我们松百连胜四场 看来是要行大运了 你说是不是白草 白草 怎么了 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没事 白草 朱 初元师兄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有些事情要和白草说 那我先去练功了 白草 昨天脚踝的伤我还没有处理完 一会儿你回道馆之后过来找我 我再帮你看一下 不用了 谢谢初元师兄 只是小伤而已 自己会好的 不用麻烦你了 白草 昨天天怡 昨天天怡只是说笑的 你不用放在心上 以后受伤了尽管来找我 谢谢初元师兄 可是我觉得 天怡前辈说的没有错 我应该好好练功的 受点伤而已 不应该总是麻烦你 现在 我要回去练功了 快 快 据悉 国家园武道队青少年培训基地 日前将会在岸阳成立 担任教练的 是近几年在国际上享有盛工的教练 沈丁 今天呢 我们也十分荣幸地 请到了沈丁教练 来做个我们的独家专访 岸阳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沈丁 好的沈教练 你的元武道队 你有什么看法吗 呃 元武道是我从小一直都断练的一个项目 天哪 真的是那个沈丁教练啊 我听说他超厉害的 他竟然要来岸阳了 沈丁教练是谁 沈丁教练 就是那个被称为教练界的魔兽师的那个 白草 只要你能经受他的培训 你就不用天天在 阿姨打练什么还起事了 那都是浮云 我听说只要被他带过的选手 全都能进入世界大际 就算是梁瑞那样的 只要经过他一培训 那绝对也是一鸣精人 沈教练 我家元武道队青少年培训基地选址 为什么会选在岸阳呢 岸阳是我的故乡 同时也是元武道的故乡 岸阳有元武道的文化 有元武道的氛围 更有一批一直很努力的元武道选手 所以这个培训基地建在岸阳 实在合适不过了 那么青少年培训基地的选手们 是以怎样的方式选拔出来的呢 我将会通过今年的道馆挑战赛 征选出来 我只招收最强最特别 最有潜力的选手 如果能被沈教练选中 哪怕只让他点拨两句 也不枉我练了这么多年 明天就是道馆挑战赛的负载了 以后的各场比赛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都会去现场观赛 很期待大家的表现 我天哪 沈教练要去道馆挑战赛 对了 明天就是咱们道馆 对战江北道馆 那沈教练一定能看到你啊杰 太棒了 你一定会被选中的 我一定会让沈教练记住 有吴秀琴 这好选手 沈宁教练可是当今元武道的大红人 既然要来道馆挑战赛挑人 怪不得最近听说要发生一件大事 原来说就是这个呀 全世界排名前十的酒 不同于拉菲和拉杜的烂俗 喜欢他的人都是比较有品味的人 他就像是一个女孩 年轻的时候散发出青草的香气 而成熟的时候又散发出迷人的气味 不过这瓶酒的年份不是很好 我这瓶酒不一样了 那一年的日照和阳光都是最充足的 能将布尔多地区酿制红酒木桶的气味 全都并发出来 我相信它一定是最好的年份 要不要试试 怎么样 这酒的口感 还能配得上您这美人吗 也就这样吧 酒再好喝 也比不上你这张蛇灿莲花的嘴 你说说你 整天这么油嘴滑舌的 怪不得你外公不放心你呢 我这不是很久没见到你了吗 开心嘛 那开心了不就话多了吗 行了吧你 你告诉我 这次 你又是给我们基地投资 又是一直约我私下见面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约你见面呢 是因为太久没见你了 我投资呢 是因为 我想发展一下暗阳的远武道 是吗 你当我是第一天认识你啊 挺好 我可以告诉你 不管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培训基地是为了寻找 有潜力的专业选手 一切的标准都不掺合任何水分的 我也不会接受任何人 干涉我最后的选择 所以呢 不管你想走什么后门 都尽早打消这个念头